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10月30日礼拜三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美国财政部宣布 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投资中国 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三类特定技术领域 包括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 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强烈反对 宣称美国因为政治利益 而以各种借口刻意针对中国和香港特区 破坏正常的投资贸易活动 破坏自由市场和经济秩序 又指出美国将会自食其果 影响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 第二单消息 行政长官李家超提到 必须要抓紧发现恐龙化石的机会 开发出特别旅游路线 在讲到之前 首先欢迎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节我们先看看 美国如何限制投资大陆 包括香港特定范畴的科技 现在很麻烦 AI很多时候被人禁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去年8月的时候 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授权美国财政部 限制美国个人和企业 投资在一些受关注国家的 国家安全相关技术和产品 在所谓受关注国家或地区的名单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就榜上有名 即是出事了 美国财政部在今年6月 发布了《议议规则制定通知》 并且在这个星期正式出台最终的规定 要落实执行投资的限制 美国财政部宣称 人工智能 即是AI 半导体和量子技术 对于下一代的军事 监控 情报 和网络安全 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的投资 包含到这些资本流动 所带来的管理支援 资本 和人财网络等的模型利益 是不能用于帮助受关注国家 来发展军事 情报和网络的能力 总之他就说 喂 国家安全 即是现在大家斗说 但是 支币就是人家的真是行的 人家拿着钱 拿着技术 或者限制你 和你拿着鸡毛 当令战事 是对付自己有 那就是 差很远的事 好了 根据规定 有什么内容呢 就说 有义务来遵守的 包括 美国的公民 在美国法律下 成立的企业等实体 凡是美国注册的公司 要听他的命令 针对 刚才提到的三类特定的技术领域 部分 就是完全禁止你投资的 包括 就是用于生产量子电脑 所需要的任何关键零部件 特定的超级电脑等等 不允许你用 你可以用华为 说出来好笑 或者用他什么鸿蒙 但是你不要再用他那些了 至于未有明文禁止 而又属于这三类指定领域的范畴 投资的企业或者个人 需要向财政部来通报 财政部有权根据法例要求 将交易失效 或者终结 而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违反了规定 要主动报备 再交由财政部来考虑 即是有部分 禁止了超级电脑 不让你再投资 但是 在那个规定里面没有写 你可以投资 但是要报备 财政部看过 觉得没问题 那就有你了 觉得有问题都可以事后 禁止你 所以很多东西就没得用了 或者他不让你投资 好了 这个规定就涵盖了香港的相关科技范畴了 我们看看 特区政府有什么回应 我们先听听一下 是不是要反驳 现在又出台了 反驳 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 在2023年 美国 就是香港的第3大贸易伙伴 商品贸易总额 是4722亿港元 香港就是美国第27大的贸易伙伴 截至到2022年底 美国占了香港外来直接投资 头串 约为 3,514亿港元 香港向美国直接投资 头串 为1,642亿港元 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 过去10年 达到 2,715亿美元 是美国全球贸易伙伴当中最高的 列举这些数字出来为什么呢 上述数字是说明了 香港和美国有紧密的经济活动 美国企业在香港有庞大的商业利益 美方再次显然 美国政客为了求取自身的政治利益 破坏正常投资贸易 自由市场 和经济秩序 有关的所谓限制不但就破坏了 港美正常商业活动 亦都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损害美国企业的自身利益 和商业利益 影响到双边经济活动 就是损害他人 亦都损害美国企业的政治操作 特区政府会和国家共同捍卫国家利益 和保障香港企业的利益 这就是特区政府发言人所说的 特区政府颁布出来的 新闻稿 行政长官李家超又有什么说呢 我们要再看一次的评论 李家超就说 过去十年 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 就是2715亿美元 其实每一次 当美国人有什么针对香港的措施 要出台颁布的时候 往往特区政府的反驳 就是流于用 271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稍后我们再说 他说美国政客为了达头 根据政治目的 选人亦都损害其国家 国民 以及企业的利益 将会自食其果 特区政府会捍卫自身利益 保障企业利益 和国家共同保障国家利益 和特区政府发言人的份稿 就相差无几了 好了 我自己的看法 就认为是什么呢 第一 街震使人说要限制对于你那些敏感技术的投资 其中一样就包括了AI AI就是当红炸纸鸡来的 你现在这个世代没有了AI 那部电脑也等于低B也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很简单 只是你iPhone就已经是这样 iPhone现在出到第16代 他现在最劲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有AI 而AI 就是涉及到ChatGPT的功能 现在有些人就试了 原来香港也用到这个AI功能的 只要连上了VPN就可以了 这个就失际了 因为以往 连去的那些 西方的网站 或者是他那些网络服务 要用上VPN的 很多时候就关乎大陆那些人 大陆的网民 要瀏覽外网 他要用VPN 因为有网络长城 所以共产党不让他看 现在置弊就是说 不是共产党不让你看 他也让你看 那个ChatGPT 是美国佬不让你上 我现在的网络 哈哈哈哈 那便是缺制了 已经是吧 现在他又说禁止投资你AI的东西 故此大家就会 预测得到 将来在人工智能的范畴 大陆香港 就只会跟外国的世界越来越远 是被抛离了 即是 跟世界是脱轨的 人家就继续行这一套 人工智能 那你又没得用 你可以用大陆那些 但大陆那些被人发现 他那个人工智能 也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低的 哈哈哈哈 那好了 糟了现在是吧 你说要用VPN才能连到 GPT的功能 那 就有个问题 他已经不让你投资 即是不让那些人去投资你的东西 那你已经落后了 你要用他的东西 也要用VPN的时候 即是说有朝一日 如果他连这个后备的管道都封了你的时候 那你彻底没得用 所以有些人说 美国佬不让我用 你和我用VPN翻墙就行了 不要懒了 不要这么大口气 又说一定有办法的 什么什么 现在最糟的就是 不是共产党不让你上网 是美国佬不让你连 美国的法例 限制了他们的企业 不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你现在只不过 有些人就是 转个空子 走个灰色地带 他不封你 就好地地 即是说美国佬 他要拿正来做 实际上 他就可以把香港的IP 或者凡是经VPN连过去的IP全部封了 所以真的不要说不得赤 可以用到的 低调一些 不要 他每次都敲锣打鼓 我还用到 一会被美国的 国会议员看到 为什么他还用到 一拿去国会听证会 一问 又 分分钟封了 所以 就是小小声 不要懒得 那些人 常常懒得戳 做什么 用到就用到 真是 所以呢 很糟糕 他主要就是针对 高科技的 敏感范畴 但是我们就看到 其实 特区政府的反驳 可以说是无计可施的 因为往往 凡是美国有什么新的 针对香港的政策出台的时候 经常就说 过去十年的贸易顺差是多少 香港作为一个经济体 就是你美国那么多贸易伙伴当中 最赚钱的 等等 那 大家有些东西就心知肚明了 为什么贸易顺差是可以上到 两千多亿美元 那么多呢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卖什么给香港 卖了那么多呢 香港作为一个 只有七百万人口的 经济体 你是不是可以消化得 美国佬所输出给你的产品呢 很明显就不是啦 你有很多产品 其实就是转口而已 最终的目的地 都不是放在香港那里消费 或者是使用 转手就是给了大陆的 故此 人家那个什么 贸易顺差 多少千亿美元 这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不是你自己本身有料到 而是大陆经理 这个贸 来买一些他想要的产品 而这些东西美国其实也是知道的 那就照买了 那么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经常拿这个数字出来标榜 就说有多少千亿美元的顺差 这不是你聪明的 所以我也不明白 其实经常拿这个数字出来说 就等同于 是没有办法的 别人要禁止你这个 禁止你那个时候 你就只懂得 窮得只剩下钱 他在你那里赚到钱 那怎么办 自闭的就是他赚到钱也不给你面子 那你再说的就是没有人 另一件事就是 李国自食其果 他当然是自食其果 他就是想将那些 什么东西 量子技术 人工智能的东西 他自己吃回那个果实 不想和你分享 他就是自食其果 那你告诉他他自食其果 他就自得其乐 他就不想你分享 他也不想他自身的资金 和技术 人才 所谓的那些无形的资产 留在你香港和大陆那里 所以呢 搞到最尾 就是经常拿这些 贸易顺差的数据 来去搏斥美国 我觉得某程度上 是自打嘴巴的 你真是有 那个实力 来到他反击的时候 要不要拿这个数据出来 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不要输出给美国 那你又没有这些东西 他也不用靠你那里死 接着我们来看看 现在 又吹捧的另一个概念 叫做恐龙经济 因为我看到信报有篇报道 特首唱恐龙经济 开发特色旅游线 然后我一查恐龙经济 原来现在有很多人在说 媒体 真是笑死人 搞完一个红猫经济 又说搞一个恐龙经济 好像搞什么中心 什么中心 现在又搞什么经济 什么经济 搞完之后 是不是真的对于香港的 民生 发展是有悲益呢 还是又在这 搞了这些假大空的吹水 我们看看昨天李家超怎样说 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见记者 有记者问到他 特区政府怎样利用 发现恐龙化石的事件 来吸引旅客 李家超就说 目前最重要 都是 要好好地保存 化石 除了做研究以外 也要 有助香港发展 成为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恐龙的地方 必须要抓紧的机会 开发出特别的旅游路线 特区政府会在 尖沙咀九龙公园 文物探资馆 设立工作坊 和展览区 让参观人士可以看到 专家工作的情况 化石演变的过程等等 这个展览是属于长期性的 以便公众更加了解 古生物行 你一听便知道没有人 作为一个旅客 你不要说市民 市民是唐水滚唐鱼 去你的文物探资馆 你都没法发达 我想请问 大家作为大家都是人类 不是命运共同体 无论你住在哪一德的香港人 也好 我想请教大家 如果有个人告诉你 那里有恐龙化石看 我想请问你去不去看 我想你心里都会骂他 看你老母吗 有什么好看 看一块烂石头 是不是 烂石头 我相信这世界 也有两个地方可以看 一个就是英国的巨石镇 一堆石头 堆叠起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见面不如文名 另一个我未去过 那个叫做摩瓦石像 但是我相信 我未看之前也很向旺 但我不去看的原因 因为我怕看完也很失望 一堆石头 冻笃地站在那里 这世界唯独是这两样东西 我相信是可以 用一堆烂石 一堆石头 就可以吸引到那些旅客 那些石头 什么恐龙化石 可以吸引到人家 笑死人 怎样吸引 你会不会看石头 我想请教大家 你会不会去看 有展览 介绍恐龙化石 你看不看 有什么好看 就算是整条恐龙的化石 被你挖出来 也不是那么壮观 它懂得动 对不对 又是一堆石头 看石头 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看 不排除有些人对于考古 对于古生物学 特别有兴趣 但是你经常搞这些 极小众万宗无一的东西 那 有什么 是不是真的会促进到旅游业 或者对于经济有利益 李家超就说 赤洲岛位于香港地质公园 一早已经 获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地质公园 在这篇范围里面 有著名的壮观景点 例如六角形的火山岩柱等等 他认为这些自然资源和遗产 对于热爱大自然的人来说 是很具吸引力的 政府就会利用机会开发特色旅游路线 即是他这些就叫做 干炒冷饭 油都不放得滴 大哥这些什么事 世界地质公园 一早已经列入了十几年 如果靠这东西可以吃糊 我想就吃糊很久了 怎会现在又或者去开发特色旅游路线 过去十几年空转 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 亦不是 有些本地团都说去看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是六角岩的 有什么好看呢 是不是看石头 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是有限的 不是说整个大瀑布很壮观的 我想那些会比较吸引一点 看石头不是说不好看 除非你的形状很独特 或者是 可以令到那些人 专门走去打卡 我亦都不觉得赤洲 是有这样的吸引力 可能我孤陋寡闻 或者我是财疏学钱 是不是 我的品味不够高 你告诉别人 你亦都不能够孤方自赏 曲高和寡 我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要大众也对 是不是 是不是 要雅族共赏 你才可以发达 你才可以搞到旅游 只有三多丁有围 说好看 其他人都不懂得印象 那在做什么呢 接着我又看到经济日报 有一篇文章 怎样来开发恐龙经济 这个就有得和大家讲一下 他说 如果单单剪出恐龙化石 当然不可能吸引大量旅客 关键就是要有合适的配套 才可以将恐龙化石 这个大自然赠予香港贵宝的价值 放到最大 有什么配套呢 就此 香港社会可以参考其他地区的经验 以四川的自贡恐龙博物馆为例 作为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 除了靠珍贵的恐龙化石 还有别墅一格的大型展览 包括 就是利用创新的技术 让入场者和虚拟的恐龙互动 无以不同恐龙对打的VR短片 多元化和有趣的导赏活动等等 全部都是令到恐龙火起来的元素 事实上 一如国宝熊猫 恐龙化石同样都可以 成为香港的吸客神器 以这个自贡恐龙博物馆为例 他们就推出了超过130种恐龙相关的产品 大受游客欢迎 去年推出的恐龙雪糕 更加 引发出打卡的热潮 现在就说 要打造恐龙IP的准备工作是黑不洪门 红猫和恐龙两者都是把香港的旅游业 偷向量一高峰的契机 我也是觉得 我不可以完全说他在说垃圾 但是你搞来搞去 其实就是借着恐龙化石作为一个契机 最终就是搞一些 主题乐园 因为你以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为例 里面原来搞什么呢 就是跟虚拟恐龙互动 和无意的恐龙对打 就是搞电脑特技和动画 搞这些东西 好了 最后你不是要弄一些新的 旅游景点出来 这件事我们在三四年前已经提醒过特区政府 建议过特区政府 你要搞这些主题乐园 搞这些公园 你就必须要具有本地特色才能吸到客户 你如果又搞这些恐龙互动 对打 无意VR 什么差事 我就告诉你 如果我要看恐龙 我去看诸罗纪 我去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环球影城不好 里面有看的 大家有去过就知道 那些恐龙又会噴火 然后又会这样 那样 把头放在道上车里也行 喂 这些人在做 对不对 人家还要不止看恐龙 看看又有孖宝兄弟 又有九十几个不同的主题 你凭什么跑出呢 只有一只烂鬼恐龙 因为你有一只真正的恐龙化石 那本来不是一件吸引的东西 其实大家心照 你写这篇文章 那个人自己都知道 靠那只烂鬼石头 是很难吸吓的 其实就要靠其他互动的形式 其他互动的形式 我想请问你能不能比环球影城 你能不能聪明的话 那就要有一些 自身的特色 我经常都说 你搞什么主题公园好呢 就搞九龙城寨的主题公园 都已经告诉你 是一定行的 你特区政府其实都知道 如果不需要在机场搞九龙城寨的 一个 不知什么复制品出来 被人打卡 其实你知道那样东西本身是吸引的 如果你觉得那样东西不吸引 你不会搞的 那样东西是吸引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拿那样东西 你为什么这么硬 你是不是因为我提出来这个建议 你又不接受 你应该是要听一下我这个意见 你反正都是搞的 你都是拿钱出来搞的 我不知道 放多少亿出来搞的 如果你听那些人老点又说 恐龙经济 你不如搞城寨经济好过 什么都是你反正都要灌进经济 做后聚 那时候我教你了 搞城寨经济 你这是一个九龙城寨的主题公园 里面又在过山车 你喜欢虚异又可以 碰碰车 搞鬼屋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 你以一个文化作为包装的 主题乐园 比你用恐龙化石 因为你不吸引 我只是告诉你 你就是不吸引 是不是 你怎样能够 自己搞这些东西 比环球影城还能比环球影城 如果你能比环球影城还能够 你早上已经是聪明了 你就是不聪明了 香港多年来 最聪明就是 靠投机炒卖 我告诉你 稍微有些特色的东西 就是九龙城寨 你也不去做 你也知道这东西是吸引的 死牛一变颈 有什么办法 又是熊猫又是恐龙 你很聪明了 你搞这些东西 大陆熊猫的数量 比你多 恐龙化石的数量 比你多 要聪明了 大陆也聪明了 对吧 又不见它发达 所以 我也不明白 稍后有这个经济 那个经济 好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